我们现在要去殷墟的路上 他们这边的小三轮车还弄成那种敞篷呢 你看到没 钱架票 二 选 胡 Ali 胡 Ali 胡 soy 胡 Inc 胡掩 胡 胡 胡 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 我们所在的这一片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 在人类早期 主要的文明多发生在大河流域 而殷墟遗址则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 西北交的环河南北两岸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 距今已有3600多年的历史了 商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 在殷墟遗址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指硅甲和瘦骨上的文字 如今解读甲骨文后 我们得知商代王室贵族 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 大事小事都得补问 大部分出土的甲骨文以补骨数量众多 补骨技术的内容主要是占卜所问之事 或者是所得结果 除记录占卜事项 也会有记录祭祀 战争 独猎农士气象的内容 从而也可以隐约了解当时商朝人的生活情形和历史状态 说到甲骨文啊 我还知道一件有趣的故事 在甲骨文没有确认的清朝末年 小屯村有位剃头匠 无意间发现了甲骨文 将其磨成粉可以有直血的功效 便大量收集 把它当作龙骨卖到药铺 药铺并不喜欢带有字的龙骨 因为会觉得不是纯天然的 所以农民会将其抹去或者是刮掉 就这样许许多多的商代史料 被磨成粉当作中药吃进肚子里 这就是所谓的人吞伤食 所以物品的价值和重要性 是需要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 才能够被发现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当我看到这些甲骨文时 除了震撼以外 最大的乐趣就是指认上面的文字了 但确实啊 与我们现代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至今也还有不少甲骨文没有解读出来 在我们初中的课本上就知道 商朝是青铜时代 所以殷须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青铜器的用途广泛 比如兵器 橙物用的容器 但商朝的青铜器 最主要的是礼器 用于王室和贵族的礼典 祭祀等重要活动 作为礼器的青铜器 一般制作都是非常精美的 可以体现出 当时商代的青铜器 在行制 文室 工艺等方面 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殷须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 亚掌牛尊 这是迄今为止应须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型青铜尊 亚是五官的称谓 长是长氏家族 牛尊是当时祭祀用的橙酒器 但这件亚掌牛尊不仅是祭礼的酒器 还是殷商时期 人神沟通的媒介 担负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责任 为何这件小小的牛尊如此珍贵 有专家推测 这是一头野生的水牛 也叫圣水牛 由于各种原因 圣水牛并未被人们驯化 而是逐渐灭绝了 有了这件亚掌牛尊的出土 圣水牛才得以献世 牛身不满动物文士 经过千年的沉淀 却依旧如此精美 这件精美的物品 是出自一位叫亚掌的任务 考古学家通过人类骨骼考古研究得出 亚掌是来自南方 此前曾多处伤 小臂疑似被人砍断 为了保持死者的身体的完整性 古人制作铜手臂以替之 这只三千多年前的铜手臂 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甲制了 从这两件物品就足以证明 这位亚掌应该是非常尊贵的人物 在这里 每一件文物的背后 它藏着哪些故事 它们的主人又是什么样的人 我会带着这些好奇 来欣赏每一件文物 那么你逛博物馆时 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哦 前面说 商朝出土了大量精美的 用于礼器的青铜器 说明商代是一个很注重祭祀活动的国家 商朝人的祭祀不是白祭祀的 都是带着自己目的的 求人办事总要带点礼物嘛 祭品就是礼物 上天的回答就是要办的事 为表前程 总要拿出重要的物品作为贡品 物品越贵重 也能够说明你所求的诚意 或者是事情的重要性 最高等级的祭品是人祭 所谓人祭 即活人祭祀 在殷须遗旨出土的这些物品里 让我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这是铜月 用于祭祀时砍斩人头的 不知道这件铜月上承载了多少条生命呢 除此之外 它还具有军权的象征意义 是权威和武力的象征 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够随葬 现在看到的这个 是让我觉得最毛骨悚然的文物 盛放着人头颅骨的青铜眼 我第一反应可能是 侃斩后放进去的 后面我查了一下资料 结果真是让我惊呆了 发现此物时 专家们提取头骨样本 进行科学检测 头骨里面的钙质流失严重 和其他出土的人骨是不同的 这意味着 这颗人头是专门放在青铜眼里 特意煮熟了的 在后期剪辑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是无法想象 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在后面马车坑和富豪墓里 均出土了一些活人训的展示 可想而知 在那个奴隶制的社会 对于一些人民来说 真是一个恐怖的时期